哈囉大家好我是Mia 歡迎來到Mia的頻道 今天的影片呢 相信你們看標題應該都已經知道 就是呢 其實只有挑戰五天啦 對因為原本我是要挑戰一週 但我發現我五天後就要出國了 所以出國的話就比較沒有那麼方便 所以就是這個挑戰就進行五天這樣 因為其實呢 我一直都不是很知道我自己的風格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可愛型的還是 我不知道我是偏向哪一邊 但是我就有在IG上面問 然後你們都說我是甜妹型的 所以我就想說 好那我就來拍一個系列就是 穿搭風格挑戰 然後我也想順便透過這個系列 來找到自己的一個風格 對於今天這五天就是甜妹風 那我今天的穿搭的話呢 一點都過 等一下喔 我今天的穿搭呢是一件白色T恤加一件牛仔褲 一點都不甜 對是因為我等一下要去跳街舞客 但是我就 而且我今天在爸爸家 我爸爸家的衣服比較沒有那麼多的選擇 所以我今天就沒有 沒有穿的很甜妹 我等一下 跳完舞我就會回媽媽家 回媽媽家之後我就會換上甜妹的衣服 那我的五天甜妹挑戰也就 就此開始 那我就先去跳舞囉 期待等一下回家之後的 穿吧 掰掰 這裡呢是我們家的更衣件 我們家更衣件超亂 因為衣服爆炸多 從來沒有給你們看過我的更衣件吧 我的更衣件真的是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以為我自己不是就是甜妹風格 所以我的偏甜的衣服其實很少 然後今天天氣又怪裡怪氣的 所以我實在完全沒有想法我今天要穿什麼 沒關係來逛一下我的更衣件 看看今天要穿什麼 埋沒在衣服中 好我選好了 我決定我的上衣要穿這個 好還有一件事 我們燈衣間的燈光非常的奇怪 所以我現在的臉可能會變得很奇怪嘛 就不要在意 我想要穿這件綠色的小開衫 那我在想我是要把它當開衫穿 還是直接穿它當上衣 我覺得我穿綠色就是非常的違和啊 那我在想我的褲子要穿什麼 感覺穿長褲 那我這件褲子應該可以了吧 我覺得這樣很可愛啊 這個配色超可愛 再去夾一個髮夾應該就有甜妹的味道了吧 欸我今天來挑戰第一天不要太嚴格好不好 好我要來綁個頭 因為我如果沒有綁頭髮的話就會變得沒有很甜 我的瀏海一定要出來嘛 瀏海一定要出來才有甜妹那味 我覺得可以 其實我覺得你風格怎麼樣 頭髮也是一個很關鍵 就你頭髮怎麼弄的話就會影響你整體的風格 所以像其實我今天的傳達沒有到非常的甜 可是 加上一個可愛的頭髮 就你看整體就會感覺 比較偏向甜妹的風格了 好其實綁起來沒有很怪 然後再夾夾子 隨便夾 欸不行隨便夾 這種夾子就是亂七八糟夾 你們懂嗎 然後夾一個叉叉 有沒有 這樣可以嗎 可是我覺得這個夾子好像有點太多 但是少了它好像又有一點奇怪 要挑戰再夾一下這個藍色的 好這樣應該可以了吧 有沒有有甜了吧 那有了吧 我盡力了 然後今天皮膚狀態有一點不太好 不知道我是換季過敏還是怎樣 那每次就是 冬天轉夏天我的皮膚就會不穩定 看一下整體 今天要跟外公外婆去吃飯 吃牛排 吃肋排 哈囉大家早安 今天是第二天 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要去掃墓 然後我還要去買一些我的相機的配件 我想要去換那個手機的保護膜 對因為它現在已經慘不忍度了 我今天呢還蠻想穿這一件 蠻甜的吧 我買來大概有兩三年了吧 從來沒穿過 然後這件也是一百多塊很便宜的那種 所以今天就來穿一下 3 2 1 好 那我再來看看褲子要穿什麼 OK好我最後配了一個這個 白色的外車線包臀裙 這套還蠻韓系的 簡簡單單 然後整套衣服的亮點就是這一件 馬甲上衣 因為它就是蠻花的嘛 然後挑色的設計 我現在已經出去掃完木 然後也買完東西什麼弄完 然後現在已經 嗯要接近晚餐時間了 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後來 頭髮是綁了一個這個 比較韓系一點的可愛的包包頭 被我爸說很好看 這樣穿 我配的是一個 這卡其色焦糖色奶茶色的一個 襪子 愛迪達之前開箱過的 然後再搭配那個 我一雙 Sketcher的奶茶色的球鞋 在這裡拍有一種低像素的網感耶 然後我剛才去買東西的話呢 是去買那個相機的配件 對因為我買了新的相機 我還沒有給你們開箱過啦 買記憶卡 然後電池跟充電池的 這台是我的新相機 之後會用它來拍影片 你們可以期待一下 我也很期待 哈囉大家 今天是挑戰的第三天 我來看看我今天要穿什麼 我今天呢就是要拍一支影片 然後還要去Costco 今天的行程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已經大概看好我要穿什麼了 我想穿這一件可愛的卡其色馬甲 這件是我之前有一次去宜蘭的Vlog 然後我有應該是有開箱過它 是我在那個藍城精英買的 對 那我就是買來都沒有穿 所以想說今天就來穿它一下 它很可愛喔 我給你們看 它真的是你看它 光看它就覺得很可愛 它整個顏色就是蠻甜美的 蠻溫柔的一個奶茶色 然後還有做這個麵包的刺繡 這裡也是有一個吐司 然後它是一個麻將 我想說後面就 裡面就配一個這個 網紗的這個內搭 換好了 然後我想說我的下裝就來穿一個擺摺裙 我換好一整套的穿搭了 下面就是搭這個 焦糖色的擺摺裙 很可愛 可是剛才呢 我媽就傳訊息跟我說 外面有一點熱 所以我想說 我現在把我裡面這個內搭換成短袖好了 我裡面穿的就是這個 很簡單的一個白T 然後外面再套那個馬甲 這套就是我今天的穿搭啦 蠻乖乖女的 好然後我要來再想想我要綁什麼頭髮 我現在呢 跟昨天一樣綁了一個包包頭 然後我要來戴一個髮箍 好我最後放棄髮箍了 我就用這個小夾子夾了這樣四個 還不錯吧 而且這髮型超簡單 之後來教你們 今天是挑戰的第四天 然後今天天氣超好太陽超大 我今天呢穿的是一件紅色的T恤 跟一個吊帶裙 對我今天的行程呢 是要去看眼睛跟看電影 然後我可能會再配一個紅色的襪子 然後我的頭髮齁 我最近就是 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留瀏海 就是短瀏海的部分 你們覺得我是 你們覺得我是有這個短瀏海比較好看 還是沒有這個短瀏海的那個八字瀏海比較好看 這樣不準你們要去看我以前的照片 因為這個短瀏海超難整理 我覺得很討厭 所以我想問你們 你們覺得是有短瀏海比較好看 還是沒有短瀏海比較好看 在下方的人告訴我 哈囉大家今天是挑戰當甜妹的第四題 最後一天 今天是挑戰的最後一天 然後呢我這個瀏海 因為捲了一個早上 所以他現在太捲有一點好笑 你們先不要在意 他等一下就好了 然後我今天的穿搭呢 是一個 瑟哈的小洋裝 然後他原本是有一個腰帶 會束腰的 可是因為我覺得 那個腰帶搭上去之後呢 會有一點變得 太淑女 就是沒有 沒有可愛的感覺了 所以我後來就打算不搭那個腰帶 然後呢我就單穿這一件的時候 慢慢就說有一點醜 然後我也覺得有一點像孕婦裝 所以呢我又搭了一個這個 小雞皮外套 就是一個小背心 整個就還蠻溫柔蠻可愛的 啊如果是穿去度假的話 我覺得再搭一個草帽或什麼的 應該會蠻好看的 平常還蠻少穿這樣的風格的衣服 有一點超超不習慣 然後我的頭髮了 就是一個蠻隨性的包包頭 然後這裡還有夾一個小夾子 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不管它 好 好